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一个台湾的新闻 这个新闻比较轻松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玩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诡异 但这个新闻虽然是一个小新闻 但是背后能透露出来 给台湾人一些启发 尤其是在我这儿看我视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 这个新闻对你们来说 其实能够让你们认识到两岸 包含美国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是一个有帮助的一个新闻 这也是一个 先跟大家演述一下这个新闻 这也是一个关于台湾的中央社 台湾的党媒 台湾的喉舌的新闻 然后这个新闻是什么新闻呢 美国确认台资权益船 设强迫劳动 没收大忘号渔货 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一个渔船叫大忘号 然后的话被美国给查了 关键字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被抓了 你看看台湾现在强迫劳动被抓了 大家看明白这个事情不诡异吗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朋友都会觉得诡异 我们台湾也强迫劳动啊 我们不是民主自由的阵营吗 对不对 我们既民主又自由 我们怎么就强迫劳动了 没有道理可讲 说你强迫劳动就强迫劳动 我相信这个时候啊 大陆的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 比较高兴啊 你看看台湾不活该吗 对不对 你不是认为你跟美国是盟友吗 你也强迫劳动了 其实不管是诡异还是冷嘲热访 咱们先放一放 我跟大家回顾另外一个新闻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新闻 跟台湾也相关 跟大陆也相关 台湾那边啊 还巡熟 然后的话查了一个大陆的渔船 还举着枪啊 你不要动 不要动 动了我就开枪啊 我开枪打你 打你渔民 不要不要动 结果呢扣了大陆的渔船 抓了大陆的渔民 那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的大陆的一些网友 一些朋友啊 对于这个新闻很生气 也很愤怒啊 觉得你台湾你想要干嘛 你在找茬是吗 想被弄是吗 干你 干就完了 很多的大陆的朋友很生气啊 我相信和那个时候 也有很多的大陆的网友骂 国台办 跪台办 这个时候你要出来啊 你要出来啊 弄台湾呢 但是呢 大家看新闻 不要看热闹 要看去里面 其实能够理解很多大陆网友的那种心态啊 大陆的网友不要仅仅只看到了什么台湾在抓大陆的渔船 大家要看一看 金门 对不对 金门在哪 金门离台湾本岛八丈远离福建 那简直就是走一步就到的一种状态 然后呢 大家要知道啊 台湾的所谓的海巡署跟大陆的渔船 发生冲突最多的地方 也就是在金门海域的周边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在大陆的门口抓大陆的渔船呢 什么意思啊 大陆的渔船不能出门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 其实能理解啊 大陆的网友 然后对于台湾生气 你不神经病吗 对不对 金门离我那么近 我要收你金门跟玩一样 你在金门这一片附近的海域抓大陆的渔船 找茬对不对 能理解大陆的网友觉得受气恶心 你知道吗 我受你台湾的气都受够了 从你的蔡英文 对大陆的各种各样的言行 到苏贞昌 到你现在还在抓大陆的渔民 我受你的这口气受够了 能理解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干 但是呢 大家也要看到今天看到美国的 是如何对待台湾的这些渔船的 然后的话 我们能够从这两个新闻里面能结合得到什么的 其实这个东西啊 跟台湾的一些网友啊 你们自己想一想 跟台湾网友能够直接相关的 其实民进党啊 咱们先分析啊 民进党为什么想要去抓大陆的渔船 搞坏两岸的关系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这样直接的答案 但是答案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 一定要知道啊 很多的朋友知道啊 大陆这边其实啊 对于民进党对于台独和对于一般人 其实是两手政策的 我们是把台湾人当成自己人的 把台湾的渔民也当成自己的渔民 所以说呢 大陆这边基本上不对台湾的渔民动手 把台湾的渔民当成自己渔民的话 你的渔民就是我保护的对象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比如说像钓鱼岛海域 早些年的时候 马英九时期啊 两岸还联合起来 针对日本人搞了一次啊 多回钓鱼岛海域的渔权啊 搞了一次这个 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啊 大陆这边啊 台湾的渔民啊 对于大陆这边 其实对于大陆的海景吧 然后口碑非常好 台湾的渔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他找大陆的海景 大陆的海景也会帮他 然后的话 其实知道这个情况 可是民进党为什么在这一块 一定要搞大陆的渔民呢 台湾人要自己好好想想 其实不仅是台湾的渔民 包含一般的台湾人 也有这种心态 这个心态是什么呢 有便宜我就占了 对不对 有便宜我就占了 然后大陆的海景 然后呢 你能保护我 你能给给予我一些帮助的话 我当然夸你好啊 对不对 大陆的海景好啊 我们自己人 我们是同胞 可是呢 大陆的渔船如果被抓了 台湾的这些渔民是不会吭声的 而且会说啊 你抓的好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两头讨好 然后呢 大陆的海景能够帮他 他的渔货会更多 然后他不会被日本拿等等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欺负 但是 然后大陆的渔船 如果被抓了的话 那大陆的渔船少抓鱼了 那台湾的渔民就会多抓鱼啊 所以说呢 民进党其实做这个事情 他对于自己来说 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于一般的台湾人 真的是要想想这样去做 看起来很聪明 我既能得到大陆的海景的帮忙 又能获得更多的渔货 因为民进党抓了大 抓了大陆的渔船嘛 只要渔船少了 我就能抓更多的渔 这样两头我都占便宜 所以说很多的渔民 他对于这个事情 他是啊不关心的 而且他是低头较好的一种状态 很多台湾人其实也是这样 其实你看利益是没错的 看利益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你只看利益的话 倒霉的会是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只看利益 倒霉的会是自己呢 你要知道大陆 为什么这样对待台湾渔民 是因为把台湾的渔民 台湾人当成自己人 可是呢 你看去这个新闻啊 美国的这个新闻 抓台湾的渔船 把渔货也全都拿走 然后还扣你的渔船 抓你的人 说你强迫劳动 这个东西 美国人为什么能做得出来呢 因为他根本就不把你当自己人嘛 对不对 大陆把你当自己人 还帮你的忙 美国人不把你当自己人 要弄你就弄你 台湾现在是归大陆的啊 现在已经统一了吗 对不对 现在台湾已经回归了吗 还没有呢 对不对 但你台湾现在还是名义上的 所谓的那个美国的民 民主和自由的那个阵营 现在你就已经强迫劳动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同样也是只看利益 只要你影响到了他的利益 管你是台湾还是哪呢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 加关税的事情 那不仅仅是加中国的关税啊 英国的关税 美国照样加呀 所谓的我的这 我的老乡 我的亲戚 我的远房亲戚 英国人 我该抓 我该加关税 我也是要加的 台湾同样也是如此啊 人家就没把你当自己人 你要知道这个前提 谁是自己人 知道这个前提之后呢 你再想想 如果说民进党持续的在大陆的渔民身上动手的话 那大陆如何反制呢 我相信如果啊 很多的大陆的网友想 我也抓台湾的渔民 我也抓 我也不讲道理 我拿着枪 我也对着 对着台湾的渔民 我这样对着抓他 然后的话 我相信啊 这个时候很多的台湾的朋友 台湾的渔民也会出来说啊 我们是自己人 你抓我干嘛呀 对不对 以前你都帮我 现在为什么要抓我呀 对对 你上了两岸的心 包含台湾的蓝营啊 大家也都知道蓝营那个德性 尤其是像某些啊 像赵姓的主持人 成天给你出来说的那些东西 同样的道理 哎呀 军机不要来了 你知道吗 军机不要来 哎 过年的时候别来 然后的话 台湾人会反感的 给你搞这套明面上 在站在中间 跟你说好话 其实在拉偏价 就是这帮玩意儿 其实啊 大家可能很多的台湾的朋友啊 台湾的渔民 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 反正民进党 抓大陆的渔民也无所谓 对不对 如果大陆反制的话 有国民党这个烂牌 这些烂人 那在中间挡着 一拉偏价 反正我们台湾的渔民 永远占便宜 只要说两句好话 我们是同胞 两岸一家亲 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要把这话说出来了 哎 你看看大陆的海警船 就不会针对我们 可是 大家在这个时候 要多想一个问题了 对不对 全世界那个老大哥还在 全世界最棒的那个美国啊 美国干爸爸 然后那个还在呢 台湾人自己好好看看 大陆可不可以学习美国人 哎 这个问题提给大家 大陆可不可以学习美国人 我给你扣一个帽子 在抓你 扣什么帽子 强迫劳动 强迫劳动是什么呢 违反人权嘛 对 你台湾的渔船上面 有违反人权的事情 比如说你用一些非法的劳工啊 对不对 为非法的外籍的劳工 然后你在上面欺压这些劳工了 然后的话 那个工作环境不好 然后你强迫别人劳动了 我就去查你 假如说民进党当局还在对大陆的渔船持续动手的话 大陆这边给你打了一个名号 我也反对你 台湾渔船 强迫劳动 怎么办 其实很多的时候 台湾的朋友真的是可以想想 大陆在很多的问题上面 其实是把台湾当自己人 美国在很多的问题上 其实不管是台湾 还是大陆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上面 讲究的是利益 你影响到他的利益 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你 假如说民进党 或者某些啊 台湾里边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人 我们持续的搞坏了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那大陆想要对付台湾 真没招吗 真没辙吗 真以为国民党那些人往外一推 我们两岸一家亲了 我们都是中国人了 我们是同胞了 这些东西大陆就没办法了吗 当然不可能 我们是人类 我们讲究的是人权 对不对 我们也同样反对啊 强迫劳动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强迫劳动啊 你欺压外籍的渔民 欺压外籍劳工啊 这个不行 我也用这种 这种这种口径来抓你的时候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问题真的是要好好想想 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 这个新闻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有所思考的新闻呢 然后的话 你要想一想 是利益重要 还是说啊 那个什么 真的是啊 别的那些东西更重要一点的 还是真的是要把啊 心灵弃合啊 更重要一点的 心灵弃合在哪 心灵弃合就在这 然后的话 很多的问题只看利益 然后的话 大陆的海警能帮忙的时候 就让海警帮忙 然后的话 大陆的渔船被抓的时候 也在旁边 心里面在那叫好 小心倒霉的是自己 只要这些东西发生了 不见得能拦得住的 有很多的事情 同样也都是如此啊 台湾的渔民是如此 其他的事情不是如此吗 两岸的关系 如果完蛋了 真的是要动手了 嗯 说实话呀 那可真的不见得是什么啊 我就是要打你 我打你 我不讲理 非得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个土匪一样 大陆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想一想 一包洗衣粉都可以发动一个战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那个什么 你要查一下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 然后呢 想一想 只要欺负我的利益 我给你扣个帽子 叫强迫劳动 就可以抓你啊 然后呢 真的是出了问题的时候 没有心灵气和的话 你想一想啊 台湾岛 那可是比某些中东的一些穷国要强一点的 对不对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没有可能存在呢 然后呢 先查一查嘛 对不对 联合国先去查一查 查一查台湾啊 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咱们都来看一看 然后呢 看一遍没有 两遍没有 三遍没有 但是我发现你有这些装备啊 对不对 你影响了啊 这什么整个东亚局势的安全 你影响了东亚局势的和平稳定 你想想到那个时候动手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 想想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想想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台湾两岸的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你从这一个小小的新闻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结合以前的台湾的海 那个那个海巡署啊 抓大陆的渔民的事情 再结合美国人抓台湾的渔船的事情 给你扣上一个帽子 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为什么这样说啊 这个新闻的最后写着呢 然后的话 人家那个台湾的啊 那个官媒 党媒 喉舌 人家都说了 然后他主要是因为啊 去年去年五月啊 那个什么绿色和平东南亚的一个办公室啊 就已经发布了 然后的话 你这个海上强迫劳动的这个报告啊 已经说到了你这个大王大王号涉及强迫劳动啊 然后移民署也判判定过啊 一名曾在大王号渔船工作的外籍渔工为人口贩运受害者 你看一看 这些证据都在 就算是台湾这个所谓的党媒喉舌中央社都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 都要替美国人着补着补一些东西啊 你在抓我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我们确实是有强迫劳动 确实是有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强迫用了一些啊 外籍的劳工 所以抓我们活该 想想以后未来两岸的局势 大陆如果起来了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呢 大家自己去判断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啊 再见 再见